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第二大块的内容啊,这个不容易啊,我们第一大块的内容呢,我们的这个精华字典给大家补充的,是吧,以及给大家重复强调的,以及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真体呢,就都讲完了,好吧,第一大块,第一大块是最重要的,我跟大家讲了,好吧,然后后面呢,我们开始讲第二大块,后面内容就简单一点啊,轻松一点,而且有些重复的内容呢,我就不会再做过多的强调了,是吧,那么你看到,第二大块呢,我们把它称为叫系统开发基础,系统开发基础我跟大家讲了,它主要会讲什么,它主要呢,其实它包含了, 那支支点是我们这个整个系统开发,就是软件工程的一张,就是我们整个系统开发的一个生命周期,是吧,从需求分析到设计到测试,是吧,到运行维护,按理来说,应该都在它的这个考点范围内,但是呢,我跟大家讲,但是呢,它主要的考点呢,其实还是集中在这个结构化的这个需求分析,以及面向对象的需求分析,然后呢,它主要是考什么,考里面的一些建模,比如说呢,结构化的需求分析有三大模型,是吧,面向对象呢,这里面, 这个妖妖的建模就更多了,它喜欢呢,把里面这些图,把里面这些图呢,都拿出来,然后呢,把图里面抠掉几个,几个东西,然后问你这个图里面,是吧,它的外部实体是什么,它的实体是什么,是吧, 然后问你这个,如果面向对象的话,它就问你这个图和图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哎,它喜欢这样考,喜欢这样考,这样考的话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这个终结的软件设计师啊, 如果说大家有学过终结的软件设计师的这个学员,那么你对这一种提醒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是吧,因为这一种提醒,它就是借鉴于我们终结的软件设计师得出来的, 得出来这个东西,好吧,就是,而且呢,它比终结软件设计师考的那个提醒还更简单,所以对大家来说应该是送分的, 那么即使你没有终结的基础,也无所谓,好吧,也无所谓,因为这里呢,我会把这个东西呢,把这种提醒, 后面给大家详细的分析一遍,你会发现的这种提醒呢,是非常简单的,好吧,非常简单的,好,那么废话不多说啊,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结构化需求分析,这里我们就做一个知识点的一个概要了,好吧,不像前面架构讲那么详细了, 那这里啊,首先第一个是结构化的这个特点,是吧,自顶向下,逐步分解,面向数据,这都不用我多说啊, 然后三大模型,主要是考点就是三大模型,给出你具体的模型,然后重要的考点呢在哪里,在这个数据流图,还有这个压图,这两个是常考的, 至于状态转换图啊,在我们还,我们还从来没有考过状态转换图, 但是我们知道状态转换图它跟什么,它跟这个面向对象里面的状态图是有点类似的,是吧,有点类似的, 所以呢,它喜欢考状态图,而不是考状态转换图啊,这个要注意,是吧,好,然后呢,还有这个数据字典, 数据字典的概念呢,需要大家这个了解一下,这个数据字典呢,可能大家也知道了,是吧,是在这个数据流图的基础上, 然后呢,对我们数据流图里面出现的一些命名元素呢,都加以定义,是吧, 然后使得每个图形元素的名字呢,都有一个确切的解释,是吧, 然后呢,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字典嘛,数据字典,是吧, 你数据流图画出来那些符号,是吧,这些符号到底代表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看不懂的话,怎么办,我就要去查一下字典,是吧, 我查一下你这个符号,然后这个符号的含义是什么,是吧,就跟大家查字典是一样的, 那么数据字典当中呢,一般有六条内幕啊,哪六条内幕呢, 我们知道数据字典至少是包括四个内幕的, 这四个内幕呢,是我们数据流图里面对应的四个,是吧, 我们数据流图里面对应的有四个部件,叫什么,叫数据流,数据存储,是吧, 加工以及到外部实体,这是我们数据存储里面的四个部件, 这四个部件分别是干什么的,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 然后除了这四个部件之外呢,还有对于数据元素的描述和数据结构的描述, 这个呢,可以稍微记一下,它有的时候可能会单独考到数据字典, 然后问你数据字典呢,包含哪些内幕,是吧, 内幕的话,当然你首先肯定把数据流图的四个内幕打出来, 然后这两个呢,你也可以选择性的打一打, 好,然后呢,我们来看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 这里跟大家强调了,前面那个结构化的分析方法, 我就跟大家点一下,是吧,然后数据流图压图呢, 我就没有放出来,再给大家看了,没有放出来, 因为后面我们讲真体的时候,我再给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个里面到底是怎么考的,好吧,那么面向对象这里面呢, 它同样有很多图,有很多图,那这里我不可能说, 把那个图又全部从头给你再讲一遍, 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那么这里呢, 我会把一些这个关系来跟大家强调一遍,好吧, 一些关系,这个是图里面经常考的, 比如说你看到这里啊,面向对象里面其实有两, 两,两种关系,是吧,一个是我们这个其他图, 或者说内图之间的关系, 另外一个是我们用力图之间的关系, 用力图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后面会讲, 那么内图里面这个关系呢, 它就比较多了,这个一共有六种啊, 一共有六种,当然我们前面跟大家讲过了, 组合和聚合本质上是属于什么, 组合和聚合本质上是属于关联关系的, 是吧,本质上是属于的, 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 那么这里我们是把这个图放出来, 是需要进一步的跟大家强调呢, 需要大家把这个符号给稍微记一下, 符号给稍微记一下, 因为它如果考到啊, 如果它,它如果考到前面结构画里面, 数据流图,还有那个, 一个一压图,它一般怎么考, 它一般会把那个外部实体, 还有数据存储给你抠掉, 然后呢给你一段描述, 问你,让你去填空, 但如果说考到我们这个, 幽默里面这些图的话呢, 它也是这样的, 它会把类图给你扣掉, 类图扣掉的话, 让你去填空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要根据它的这个关系来判断了, 你要判断两个类之间是吧, 它是不是负质关系, 然后去题目里面找出有负质关系的, 你就可以填, 或者说两个类之间, 是不是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 那么你就可以填, 所以这个关系的这个符号呢, 是比较重要的, 需要大家记一下, 我这里特别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 至于这个关系本身是什么, 我可以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也可以自己看着这个关系, 你看你自己能不能理解出来, 能不能理解出来, 这都是讲过一遍的东西, 你看关联关系, 关联关系我们说的是什么, 它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关系, 它就是简单的表示, 两个事物之间有关联, 至于什么关联呢, 整体和部分之间关联, 也是两个东西有关联, 父子之间也是两个东西有关联, 但是我们要更细一步的, 更进一步的, 其实我跟大家讲, 你像什么依赖关系, 泛化关系, 实现关系, 其实本身上都说什么, 说两个类之间都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是更细致一点, 如果它是属于泛化, 我们就是泛化, 我们不会去填这个关联, 因为我们要更细一点, 所以这个关联关系一般, 就是说你看其他关系套不上, 如果其他关系都套不上的话, 你就关联关系, 然后第二个是叫依赖关系, 依赖关系我们说了, 是一个事物的变化, 然后会影响另外一个事物的变化, 这种一般是一种包含的关系, 我一个事物变化了, 然后影响另外一个事物变化, 比如说人依赖于空气, 还有水的存在, 如果空气不存在了, 那么人也活不下去了, 一个事物影响另外一个事物, 然后第三个叫泛化关系, 泛化关系是最好判断的, 负类和子类的关系, 一般我们讲的学生, 学生就是一个大的负类, 他的子类包括什么, 包括初中生、高中生、研究生, 这个都是泛化关系, 这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还有整体, 两个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 就是聚合和组合, 然后它们两个区别在于什么, 在于组合, 它们部分和整体之间有相同的生命周期, 相同生命周期, 比如说大雁和大雁的翅膀, 大雁和大雁的翅膀, 它们就是组合关系, 翅膀是大雁的一部分, 而且如果说你大雁没了, 这个翅膀也就没了, 不可能说脱离它们独立存在, 然后不可能说脱离的大雁, 翅膀自己能飞, 然后聚合关系就是什么, 就是大雁和雁群, 我们知道雁群也是由大雁构成的, 但是大雁可以脱离雁群, 单独存在, 是组合聚合, 还有实现关系, 实现关系一般来说, 它难以用实际生活当中的类, 用实际生活当中的描述来描述出来, 所以考试的时候, 一般也不会去考实现关系, 因为它是属于我们代码里面定义的一种, 就是我们加瓦里面, 我们会去实现某一个接口, 某一个interface, 这种实现关系, 这个要注意, 然后再看一下UML里面这个用力图, UML里面的图, 它最喜欢考的, 我刚才讲, 就是用力图, 内图, 活动图, 状态图, 考的比较多的用力图, 内图, 这两个, 然后考这两个主要就是掌握这两个图, 然后它们的关系, 活动图和状态图, 如果考到的话, 也是比较简单的, 你看,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补充这个用力图, 它的关系, 用力图有三种关系, 我们知道, 就是包含关系, 扩展关系, 还有泛化关系, 这是泛化关系, 泛化关系也是负质关系, 所以你看到这里, 这个泛化跟前面讲的这个泛化是一样的, 负质关系, 比如说学员在做课程注册的时候, 当他在做课程注册的时候, 有两种注册方式, 一种是电话注册, 一种是网上注册, 那么不管是电话注册, 还是网上注册, 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这个课程注册, 它的一部分, 不是一部分, 不能叫一部分, 就是课程注册里面的一种方式, 都是它的纸类, 都是它的纸类, 看到没, 这是泛化关系, 那么包含关系呢, 包含关系你看到, 我跟大家讲过了, 包含关系就是说, 我学员我在做一件功能的时候, 然后呢, 我必须要先做另外一件功能, 就我在做一件事, 我必须要先做另外一件事, 做A之前, 必须要先把B给做掉, 这是包含, B包含在A里面, 比如说当我们这个学员, 他要学习课程, 或者说进行课程测试的时候, 他都必须要先检查, 我们这个学员有没有这个权限, 是吧, 他是不是我们的报班学员, 然后呢, 他如果是报班学员, 他才能用我们的软件, 才能看我们的课程, 是吧, 检查权限, 这个是必做的, 那么扩展关系呢, 就是说, 我在做一件事情之前, 另外一件事情呢, 我是可做或者可不做的, 是吧, 这个扩展关系, 比如说当我们在进行课程测试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呢, 我们当前, 是吧, 我们当前是不是需要充钱, 是吧, 如果说你当前在学习服务期以内, 是吧, 那你就不需要充钱, 是吧, 你就可以直接学, 如果说你不在学习服务期以内, 那怎么办, 那你需要再次的续费, 续费之后呢, 你才能去学习, 是吧, 所以呢, 这个续费动作, 这个充入学习壁的动作呢, 就是一个可以扩展的动作, 所以这些东西, 我再给大家解释了一遍, 好吧, 另外这里, 我还要跟大家强调一点, 就是吧, 就是你看到这个泛化, 还有它扩展, 跟我们包含, 它们这个箭头指向都是不一样的, 箭头指向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事件A, 是吧, 当你在做事件A之前, 事件B是不是应该做的, 然后它是这样指向过去的, 然后当你在做事件A之前, 事件B是不是应该做的, 它是指向这个事件A的, 这是扩展啊, 然后当你在做事件A之前, 你事件B和C是不是它的一部分, 它也是指向事件A的, 好吧, 是不是它的指雷, 所以这个箭头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 好吧, 当然我们这个考试一般来说, 不会让你去画箭头, 它一般可能会直接给你这个extend, 直接告诉你这个就是扩展关系, 是吧, 而且我们判断的时候, 一般来说我们到最后, 到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们才会通过这个箭头, 是吧, 来判断这个东西, 因为一般来说, 考试会给题目描述嘛, 你会根据题目描述, 根据我们刚才的定义去判断, 它到底是哪种关系, 是吧, 到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可能才去考虑这个箭头, 所以呢这个呢, 你也可以稍微看看, 好吧,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个面向对象的一个分析模型, 在面向对象里面呢, 我们前面讲的是需求分析, 是吧,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用那个需求分析和建模的手段, 然后呢, 建出了一系列这个图, 是吧, 针对我们这个一系列这个图, 类图啊, 用力图啊, 反映了我们整个系统里面, 然后呢, 它的一些实体之间的关系, 是吧, 面对类和对象的关系, 然后反映了这个对象的一些行为, 是吧, 然后我们重点呢, 是要建立两大类模型, 第一类模型呢, 是叫用力模型, 第二类模型呢, 叫分析模型, 用力模型, 聪明的人应该知道了, 是吧, 它其实就是用什么, 用力模型就是用用力图来建立的, 用用力图来建立的模型, 用力图建立的模型呢, 它反映了我们系统最本质的需求, 最本质的需求啊, 所以你看到用力图呢, 你建立这个用力模型, 它的这个步骤包括, 我们首先要识别, 我们知道用力图里面有什么, 用力图里面就是参与者, 是吧, 就是参与者和用力, 所以呢, 当你在用用力图来建立模型, 用力模型的时候, 你首先要识别出我们系统里面有哪些参与者, 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图书馆管理系统, 我们的参与者有我们这个图书馆管理员, 有我们这个借书的人, 是吧, 这个参与者, 然后另外呢, 你还要判断, 我们有哪些用力, 用力呢就是我们的功能, 是吧, 然后你识别出了这个参与者之后, 比如说这个图书馆管理员, 跟我们这个系统会产生哪些功能交互呢, 来, 它可以去增加数级, 三减数级, 是吧, 然后那批准借阅, 这各方面的, 是吧, 然后呢用力, 通过这个用力呢, 就把这个功能给描述出来了, 然后第三步呢, 我们会去细化用力的描述, 是吧, 就说你知道了这个大概的功能, 比如说图书馆管理员去增加数级, 是吧, 那么增加数级, 它只是一个一个用力的名字, 那么这个用力, 我们应该怎么去细化的描述呢, 让程序员能够看懂, 是吧, 那你可能就要在系统里面说了, 是吧, 首先我要登录这个系统, 是吧, 如果没有登录的话, 我要先注册, 注册完了, 然后我登录, 登录上去之后我判断, 我检查一下, 我有没有这个系统管理员的权限, 是吧, 如果是系统管理员的权限的话, 然后呢, 我再去增加, 是吧, 增加一个数级, 是吧, 点击那个按钮, 那干嘛的, 一步一步往下, 就是细化用力描述, 然后最后呢, 叫调整用力模型, 我跟大家讲啊, 这里我们这个用力模型的, 建立用力模型的四大步骤呢, 最后一个步骤是可以省略的, 好吧, 最后一个步骤是可以省略的, 就是调不调整都无所谓, 但前三个步骤是必须要的, 好, 这个可以记下,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小的, 不常考的一个考点, 好吧, 然后用力图这里面三种关系, 前面讲过了, 是吧, 然后用力这个系统用力描述, 你看这里, 他还跟你说了包含什么, 包含我们用力名称呢, 这个就不需要记了, 好吧, 这个就不需要记了, 好, 然后第二类模型是分析模型, 分析模型呢, 它对应的就是我们前面其他的一些图了, 包括我们静态分析模型, 静态分析模型, 我们知道主要什么图啊, 主要是类图, 是吧, 以及我们的动态分析模型, 动态分析模型, 我们知道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一些交互图, 比如说时序图啊, 活动图啊, 状态图啊, 是吧, 就是分析模型, 所以分析模型呢, 就是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图了, 那么当我们在做分析模型的时候, 我们这个步骤怎么样了呢, 第一步我们要定义这个概念类, 定义这个概念类, 第二步呢, 识别类之间的关系, 这个呢, 是我们在建立静态分析模型, 这个类图的时候, 是吧, 就是你要定义出我们有哪些类, 然后识别出类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六种关系了, 是吧, 前面给大家介绍了, 第三呢, 为类添加职责, 是吧, 职责就是它的功能, 还是它的属性, 第四类呢, 你可以稍微理解细想, 好吧, 这也是个不常考的考点, 这就跟大家总结出来了, 好, 然后在系统开发基础里面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块啊, 我们把这个项目管理的知识, 也把它归到这里来了, 好吧, 因为我们这里呢, 就不做一些这个小的分支了, 因为我们把它换分为五大类嘛, 就不做一些小的分支了, 干脆我们把项目管理, 还有信息安全呢, 都放在这个系统开发基础这里, 那我们看一下项目管理, 它这里呢, 主要就是考这个进度管理, 好吧, 它不会去考什么其他的什么成本啊, 什么质量啊, 那些都不会去考, 你可以放心, 它如果要考到项目管理, 在我们案例里面如果要考到的话, 那肯定就是考进度管理, 而且肯定是考关键路径, 关键路径还有那个, 还有基于这个关键路径的一个预算, 好吧, 基于关键路径的一个预算, 然后呢, 我们这个怎么样达到预算这个最大, 后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题目, 好吧, 那么针对这种题目呢, 首先你就要了解什么是关键路径, 是吧, 然后什么是干特图, 你看到这是这种干特图, 然后呢, 这里是个PERD图, 有时候他可能会要你问一下你, 干特图PERD图它这个区别, 然后呢, 给你一个这个PERD图, 甚至呢, 会在这个PERD图上标上, 我们每一天它需要花费多少钱, 对吧, 然后考你这种这个预算, 这些相关的这个题目, 所以最基础的你要了解这个PERD图, 然后它的关键路径是怎么算的, 好吧, 当然这一块呢, 我们在这个基础是也跟大家补充了很多, 对吧, 但这里呢, 我们还跟大家强调一遍, 强调一遍, 好吧, 你看这里, 首先, 干特图呢, 像这样的, 这个干特图它有个什么特点呢, 我这里就直接跟大家讲特点了, 就不讲, 就不再婆婆妈妈的跟大家这个, 把整体的所有东西全部都讲一遍, 好吧, 干特图和PERD图的区别在哪里, 看这个图, 干特图它能够反映活动之间的并行关系, 能够反映活动之间的并行关系, 但是呢, 不能反映活动之间的依赖关系, 依赖关系, 就是不知道活动的这个依赖关系, 好吧, 就是A执行完才能执行B, 不能反映这个, 这是它的特点, 那么PERD图呢, PERD图它能够反映活动之间的依赖关系, 依赖关系是OK的, 你看这里它有箭头, 这个箭头就表示我1执行完, 才能执行2, 或者说我这个应该是线上的, 它这个应该是线上的活动, A执行完才能执行D, D执行完才能执行H, 像这样, 是这样, 但是它不能反映活动之间的并行关系, 并行关系是不能反映的, 因为它这里线上的这个活动, 它的天数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线的长短跟天数是没有关系的, 它这个线的长短不是按照天数来划分的, 所以呢, 它这个234, 你看到这个234, 不一定说这234就是在并行的, 这个要注意啊, 这是它们俩最大的区别, 好吧, 最大的区别, 然后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这个关键路径啊, 这个关键路径, 我们跟大家讲了, 它是项目的一个最短工期, 就是我们完成这个项目, 它的最短工期是多少, 但是在我们求的时候, 这里我反复跟它强调过, 在我们求关键路径的时候, 你不要管它题目里面, 问你什么最短最短的, 我们都是求什么, 都是求从开始到结束, 时间最长的路径, 是我们的关键路径, 好吧, 你记住这一点, 只要是求关键路径, 只要是给出PERD图, 那肯定是求从开始到结束, 时间最长的路径, 就是把上面的数字加起来, 时间最长的那一条, 好吧, 你不要管它问什么最短工期, 这是它的一种说法, 另外我们的进度图里面, 它可能会有多条关键路径, 因为我们的活动, 它是会变化的, 所以关键路径也在不断变化当中, 那么你看一下, 关键活动是我们关键路径上的活动, 它的最早开始时间, 等于最晚开始时间, 这个我相信, 我应该都不用再跟大家讲了, 应该都不用再跟大家讲,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在基础知识部分, 跟大家讲过了, 什么最早开始, 最早结束, 最迟结束, 最迟开始, 这个我在这里不做细讲, 这里我不做细讲, 好吧, 你如果想了解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基础知识, 然后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键路径里面推导里面, 一些比较重要的概念, 是吧, 我们这里就没有把关键路径, 那个七个图来给大家看了, 好吧, 我这里跟大家讲, 关键路径就是推导, 它的关键路径是多少, 然后求它的总时差和自由时差, 那么我们中间得到的什么, 最早开始时间, 最晚开始时间, 那些东西都是中间参数, 我跟大家讲, 它考试的时候, 它绝对不会去问你, 某一个活动上的最早开始时间, 最晚开始时间是多少, 一般来说是不会这么问的, 它会问都是问的, 问你的总关键路径是多少, 我们知道, 如果说让你去求它的总关键路径的话, 你要不要去画七个图去一步步推, 其实没有必要的是吧, 关键路径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最长的, 那么你就从开始到结束, 你找一条最长的就可以了, 好吧, 你直接看着它给你的图, 或者说一个表, 然后你把这个图画出来, 直接找最长的, 不用去画七个图, 还要求你的总时差怎么办, 一般在我们这里, 它最多就求总时差, 也就是松弛时差, 总时差就是松弛时差, 自由时差其实在我们这里, 还没怎么求过, 因为如果说你要求自由时差的话, 那就比较麻烦了, 那你就要去求它的最早开始时间, 和最早完成时间了, 这样的话才能算得出来, 因为它是公式, 但如果说你去求总时差的话, 这个我们也不需要画那个七个图, 因为七个图还是比较费时间的, 虽然说不这么难, 那么求总时差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用最后这个公式, 就是用关键路径, 减掉非关键路径的时差, 对吧, 这样的话, 你只要把关键路径最长的找出来, 然后减掉包含我们某个活动的, 比如说它要求B, 活动B的一个总时差, 对吧, 那么或者说松弛时差, 那么你就包含这个活动B的, 最长的那条路径是多少, 对吧, 把这两个一减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求它的最迟开始, 最早开始, 最迟完成, 最早完成, 是吧, 你没有必要套前面两个公式, 如果说它要求自由时差的话, 那你只能去画图了, 好吧, 你只能去把这个求出来了, 但一般说我们考试里面, 我看一下, 它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要你求关键路径和总时差, 所以那个七个图在这里, 我们就没有再放出来, 再重复的讲一遍了, 当然那个七个图本身它不难, 对吧, 就是稍微复杂一点, 你只要理解那个七个图怎么推出来的, 这个可以去看我们基础知识部分, 我跟大家详细讲了推解的过程, 推导的过程, 是吧, 那么这里我再主要是跟大家强调两点, 就是在这个推导过程中, 反正一个就是顺推, 一个就是逆推, 顺推求的是最早, 顺推求的是最早, 就是最早开始时间, 最早完成时间, 逆推求的是最迟, 最迟开始时间, 最迟完成时间, 那么顺推求的这个最早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主要是掌握这个公式, 就是我们顺推的时候取最大, 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讲了, 如果你不理解的话, 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要理解, 你使劲被记不会的, 好吧, 你理解了, 以后什么时候都会, 我们说顺推取最大, 就这个意思, 为什么顺推, 我们要取所有前置活动, 最早完成的, 这个ef的一个最大值, 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最早完成时间的最大值, 这是因为什么, 因为为了不耽误我们后面活动的开始, 好, 这里讲比较抽象,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可以了, 叫顺推, 就是比如说, 假设我们吃饭, 我们吃饭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煮饭, 假设我们煮饭, 因为电饭煮饭需要20分钟, 第二个步骤是炒菜, 假设我们炒菜需要30分钟, 好吧, 那么我们有一个规则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等饭和菜全部做好之后, 我们才能开始吃饭, 那么请问我们现在什么时候能开始吃饭, 这个例子举的就很形象了, 是吧, 这就是顺推的, 我们煮饭要20分钟, 炒菜要30分钟, 然后我们要等饭菜全部好了之后才能吃饭, 那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吃饭, 我们肯定是在30分钟才能开始吃饭, 所以我们取的是它的前缀活动的最大的那一个, 前缀活动取最大,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取最大, 你要等前面的活动全部都完成了, 都完成了, 你才能开始, 所以取的是最大的, 了解了这个之后, 顺推你就可以一直往后推了, 然后一直取最大前缀, 如果说它只有一个前缀怎么办, 只有一个前缀就不用考虑什么最大最小了, 直接拿过来, 有多个前缀就取它的这个完成时间的一个最大值, 是吧, 不耽误我这个执行, 好, 这个原理讲清楚, 你就好好理解了, 好吧, 这个图我就没放出来, 那么逆推, 你看逆推取最小, 逆推呢, 它取的是, 它的这个最晚完成时间, 取的是所有后续活动, 最晚开始时间的最小值, 你要注意啊, 这个英文你要认识啊, 这个英文比较好认识, 我跟大家讲过了, 是吧, L就是什么, L就是last, 就是最晚的意思, 1呢就是early, 就是最早的意思, F呢就是finish, 那s就是start的, 就是开始的意思, 所以你组合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最晚开始时间, last start, 是吧, 或者list start, list, 最晚的, 好, 那么呢, 你看到, 为什么我们这里, 它的最晚完成, 要取它的最晚开始的一个最小时间, 看它的后续, 为什么要看后续, 这个时候就是说, 我们在完成这个活动, 在完成前面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不能耽误它后面活动的一个字形, 一个开始, 好,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同样举一个例子, 同样举一个例子, 是吧, 假设啊, 假设我们这个第一个这个事件, 是我们这个, 假设第一个事件是我们这个吃饭, 是吧, 好, 那么第二个事件呢, 是什么, 就是我们吃完饭之后, 然后呢, 我们吃完饭之后, 我们这个30分钟, 我们需要呢, 去看电影, 好, 饭后呢, 50分钟, 我们需要去学习, 那么你告诉我, 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吃完饭, 那么很明显, 我们应该在30分钟之前吃完饭, 是吧, 为什么, 因为你30分钟之后, 你要去看电影了, 是吧, 50分钟之后你要去学习, 那你告诉我, 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吃完饭, 很明显应该在30分钟的时候吃完饭, 是吧, 如果你在50分钟才吃完饭的话, 那看电影不就耽误了吗, 就这个意思, 是吧, 它不能耽误后面活动的执行, 所以呢, 它选的是后续活动, 它的一个最小值, 最晚开始的一个最小值, 看到没, 最小, 然后理解了这个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从后往前一直推, 是吧, 一直剪过来, 如果说它只有一个后缀的话, 那就不用考虑这么多, 直接拿过来, 是吧, 如果它有多个后续的话, 那么呢, 你就取它的最小值, 好吧, 直接拿过来, 所以那个顺推逆推, 我建议大家, 如果说对这个比较还比较迷茫, 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基础知识, 项目管理那里, 那一张节的课件, 有什么问题, 然后总浮动时间, 自由浮动时间, 前面跟大家讲过了, 总浮动时间, 记住这个公式, 记住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 是在我们不需要去计算什么, 最早最晚这些东西的时候, 可以直接用的, 因为毕竟让你去画七个图, 是什么, 是逼不得已才画的, 正常来说是不用画的, 关键路径, 直接肉眼看出来, 一共就那么几条路径, 找条最长的, 然后总浮动时间, 用关键路径, 剪掉包含这个活动的, 非关键路径, 最长的那一条, 自由浮动时间, 如果说他真的要你求自由浮动时间, 那你就要去画图了,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他的公式, 是由他后面活动, 最早开始时间的最小值, 剪掉本活动的最早完成时间, 它的本质上呢, 也是我们不能耽误后面的活动, 跟逆推的这个思想有点类似, 但是据我观察, 在我们技术类考试里面, 他一般的考察都是考关键路径, 和这个松弛时差, 松弛时差就是总时差, 他没有考过这个自由时差,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把握一下, 好吧, 把这个重点给大家强调一下,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信息安全这一部分, 信息安全这一部分我们说了, 我们也归到这个系统开发这一块来了, 对吧, 那么归到这一块来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呢就不会说把这个信息安全的所有技术, 在这里冲头到尾跟大家讲一遍了, 对吧, 我像前面讲这个关键路径一样, 我也没有把那个图给出来, 然后帮你冲头到尾推一遍, 对吧,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我们基础是已经跟大家推过了, 对吧, 你可以, 我把这个相关的重点给大家点出来, 哪里的一点点出来, 然后你自己再去推, 这样才有意义, 好吧, 如果推不懂, 再去看基础知识, 信息安全呢, 同样是这样, 我把这里面的这个重点给它全部都串起来, 串起来给大家讲一遍, 然后呢, 这个里面一些细节呢, 你通过这个东西串起来呢, 你就了解了, 好吧, 那么这里基于的是什么, 是我们这个PGP协议, 对吧, 我在这个基础知识就跟大家讲过, PGP协议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协议, 它完美的把我们加密和认证的协议全部都用起来了, 对吧, 它叫安全电子邮件协议, 它是个非常安全的协议, 它在这个协议里面, 它完美的应用了什么, 它应用了对称加密技术, 非对称加密技术, 这两个合在一起叫什么, 叫数字信封技术, 然后呢, 它还应用了信息战药技术, 数字签名技术, 它唯一没有应用的就是什么, 就是数字证书技术, 在这个加密和解密里面没有用数字证书, 当然我们说的数字证书嘛, 它是什么, 大家要知道, 我们最完美的加密过程分为两个大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发送, 接收双方, 就是收发双方, 你要确定对方的身份, 就是你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 你们双方身份要先进行一个互相的认证, 你不能说我发给了, 我一开始就把这个接收方给认错了, 这是第一个大步骤, 这个步骤我们要用的是什么, 确保我们这个步骤用的是数字证书, 数字证书是由权威机构认证的, 比如说国家, 国家告诉你, 他就是工行, 他就是小王, 他就是这个小王这个人, 所以你们俩国家认证的, 你们俩就是真的, 不可能是假的, 假的也是真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认证中心, 叫CIA认证中心, 由他来保证你们双方都是真的, CIA认证中心, CIA认证中心就是通过这个数字证书来认证, 还有一个PKI, 这是第一步, 第一大步, 好, 第一大步确定了之后, 就是收发庄方都是真的之后, 然后他们之间的通信, 我们要保证什么, 要保证他们之间的通信, 不会被第三方截获, 不会被泄露, 这个时候我们才会用到我们之前讲的, 一系列的加密和认证服务, 所以他们应用范围是不同的, 我们就要用到对称加密, 非对称加密, 信息摘样, 数字签名, 这些都是为了保证我们的第二步, 保证我们的信息不会被第三方截获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 他们的应用范围不一样, 数字证书是为了保证第一步, 第一步,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步里面用的这些相关的技术, 好, 他们是怎么串起来的, 这个是发送方的过程, 这个是接收方的过程, 这个串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点, 我们的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 它的一个特点, 正好借着这个来回顾一下, 就是说对称加密适合于什么, 它的加密长度比较低, 加密强度比较低, 就是不怎么安全, 但是它适合于加密大数据, 因为我们说的性能和安全性都是一对相反词, 非对称加密, 它的加密强度高, 不容易被破解, 但是它的不适合于加密大数据, 因为它的性能比较低, 你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运算, 它的性能就比较低, 所以它只适合于加密于小数据, 就是小部分数据, 因此我们一般怎么样, 我们一般会用对称加密来加密我们真实的数据, 而用非对称加密来加密我们对称加密的密钥, 这种技术叫什么, 叫数字信封技术, 好理解吧, 所以在这里它就完美的应用了数字信封技术, 我们看它是怎么用的, 你看它这里用这个一次性的密钥来加密我们这个整块的数据, 这个就是一个对称加密的过程, 用一次性的密钥来加密整块的数据, 然后它有非对称加密的过程, 它用接收方的公钥来加密我们这个要传输的密钥, 就是一次性密钥交给我们接收方的公钥来加密, 接收方的公钥加密就只能由接收方的私钥来解密, 所以这里它是完美的运用了数字信封的技术, 用对称加密, 用对称密钥来加密大数据, 就是我们整个的数据, 然后对称加密的密钥又用我们的非对称加密技术来进行加密, 这是完整的应用了, 然后我们的信息摘要和数字签名, 一般它们也是合并起来使用的, 怎么合并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说了信息摘要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能根据我们大数据的原文, 然后能够生成一段唯一的一个信息摘要, 这个摘要具有很多的特点, 它能保证完整性, 就是说你原来的数据稍微改变一点, 那么摘要也会跟着改变, 生成就不一样, 另外还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我们不能由摘要还原出我们原来的信息, 所以它能保证一个完整性, 那么我们的数字签名, 我们说了它能保证它的不可抵赖性, 就是由A发出的, 那么A不能否认它发出过这个数据, 所以数字签名跟非对称加密是一个相反的过程, 它们的密钥使用是相反的, 数字签名它是要用什么, 它是要用发送方自己的私钥来进行加密, 数字签名要用发送方自己的私钥, 非对称加密是用接收方的公钥来进行加密, 那么为什么数字签名要用自己的私钥, 因为你可以想想, 签名是自己独有的一个东西, 是别人不能伪造, 什么东西是别人不能伪造的, 我自己的私钥只有我自己有, 别人伪造不了, 所以我要用我自己的私钥加密, 但是我跟大家讲过了, 数字签名它虽然说是用自己的私钥加密, 然后别人用你的私钥来用你的公钥来进行解密, 但它本质上也是一个什么, 本质上也是一个非对称加密的过程, 那只要是非对称加密的过程, 它都是什么, 它都是符合这个特点的, 就是它不适合于加密大数据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直接对整个数据进行数字签名, 那么就相当于对整个数据进行非对称加密, 这样是不符合原则的, 所以我们一般怎么样, 我们一般是对信息摘要来进行数字签名的, 因为信息摘要它的位数很少, 一般是128位或者160位, 因此这就是这个过程, 你看到没, 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从头讲一遍了, 你看到首先我们原始的明文数据X, 这个数据可能是非常大的, 然后经过哈希摘要的算法, 闪列算法就是哈希算法, 然后生成了摘要, 这个摘要可能是128位或者160位的, 然后我们对摘要进行数字签名, 对摘要进行数字签名, 用自己的私钥能够唯一标识, 形成了一个报文鉴编码, 然后把这个签名之后的这个信息摘要, 跟我们这个明文放在一起, 对着整个的数据来进行一个对称加密, 把这个对称加密的这个密钥, 用非对称加密的犯法来进行加密, 然后整体形成了一个数据, 把这个数据发送出去, 这个数据发送出去之后, 接收方收到之后怎么办呢, 按照它的逆过程, 按照它的逆过程, 它首先要用自己的这个, 首先要用自己的这个私钥来进行解密, 因为你最外层的加密是B的公钥, 那你就要用自己的这个私钥来进行解密, 解密了之后你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我们这个一次性的密钥, 就是对称密钥, 得到了一次性的对称密钥, 用一次性的对称密钥再进行解密, 解密就得出来我们这个东西, 就是报文鉴编码再加上X, 那么明文就还原回来, 那么这个报文鉴编码, 就是经过数字签名的这个摘要, 然后我们再用A的公钥, 对它来进行一个解密, 解密的过程, 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我们最终的这个摘要, 然后我们会对这个X采用同样的哈希验证的算法, 生成一个新的摘要, 我们比较一下这两个信息摘要是不是一样, 如果是一样的话说明这个没问题, 如果不一样的话说明中途被人篡改, 这整个过程大家都要仔细研究一下, 它完美的应用了我们这里讲的这些技术, 然后我通过这个过程, 我把这些技术它的应用范围都跟大家讲清楚, 整体的篡一遍,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二大块它的一些真体, 第二大块的真体我们就给大家讲几个, 两个就可以了, 因为第二大块真体它本身考的, 没有第一大块那么多, 好, 那么在这里这个真体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第一类是我们给大家看到的, 就是它会考察这个建模, 那么会考察我们这个结构化, 面向对象的一些建模,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这个建模是怎么考, 好吧, 你看这个第一题, 这个阅读以下, 我们先不阅读, 你看这这么复杂, 是吧, 阅读要阅读到什么时候呢,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是图形, 是吧, 这也是图形, 好, 看一下问题, 看到问题怎么问的, 然后呢, 我们再回去做, 好吧, 你看问题一, 如果采用结构化方法, 对防务租赁服务系统进行分析, 得到如图R-1所示的顶层DFD, DFD就是数据流图, 使用提杆中给出的词语, 给出图R-1中外部实体一到一样, 加工P1到P6, 以及数据存储D1到D4的名称, 你要注意, 这个不是数据流图, 这是什么, 这是一阿图, 这个图我都跟大家讲过了, 你不要把图看错了, 这是一阿图, 这个什么, 这就是数据流图, DFD, 你看到数据流, 这里面, 好, 然后这个数据流呢, 你看到它是一个不完整的数据流, 他把里面什么, 他把这个11, 11呢, 我们知道是外部实体, 他已经跟你说了嘛, 他把这个外部实体这个名字给控出来了, 把这个加工的名字也给控出来了, 另外呢, 把这个数据存储的名字也给控出来了, 而且呢, 这就是我们第一问, 第一问让你去填这些名字, 让你去填这些名字, 那么你去填这些名字, 有的人呢, 可能会觉得这种题目好复杂, 是吧, 比如说, 我看这里面, 我看一个东西都没有, 是吧, 怎么一个外部存储, 一个数据存储, 然后一个数据存储, 一个这个加工都没有, 是吧, 那这个东西我要去填的话, 是不是很复杂, 其实我跟大家讲, 这个题目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送分题比架构还简单, 跟架构里面的那个质量属性是一样的, 给大家送分的,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题目就是完全做阅读理解, 你看它告诉你的哪些信息, 它告诉你数据流, 你就根据这个数据流的走向, 去读一下前面这个, 前面这个题目描述, 就能把这个题目给全部都做出来, 那我们首先, 我们去读一下, 好吧, 我这里要跟大家讲, 你看这个外部实体, 看到这个数据流, 好吧, 我们去读一下, 你就知道了, 好, 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个说明, 好吧, 你看首先, 我们直接就看第一个说明了, 好吧, 你看这里啊, 它这里是说明这个六点, 就代表六个什么, 六点说明, 就代表六个加工, 这里大家, 这是一个基本的知识, 大家要知道, 六个说明, 就代表六个加工, 因为我们知道加工就是什么, 加工就是它一个功能, 是吧, 加工就是功能, 对数据流进处理的功能, 而外部实体是什么, 外部实体是一个名词, 是跟我们系统进交互的一个实体, 是吧, 你要知道这三个东西是什么, 不要搞懵了, 外部实体是跟我们系统进行交互的名词, 是吧, 所以你看到名词, 你要敏感, 数据存储呢, 数据存储是这个数据库的表格, 或者说数据库的这个文件, 是吧, 然后加工呢, 就是功能, 所以你看到这里一共有六个功能, 它其实就对应着P1到P6, 六个加工, 好吧, 那我们可以一个个看一下, 你看第一个功能, 登记房主信息, 它记录了房主的姓名, 住址, 身份证号, 和联系电话等信息, 并写入房主信息文件, 什么意思啊, 首先你看到登记房主信息, 它这里涉及到哪些数据流, 它涉及到了姓名, 住址, 身份证号, 而且呢, 还把这个信息呢, 给写到我们的房主信息文件, 好吧, 那我们可以回去看一下, 好吧, 我到这里来看一下, 哪里有房主的信息, 这里有房主信息这个数据流, 是吧, 好, 它特别说了, 把房主信息写入到什么, 写入到房主的信息文件, 你有没有看到, 把房主信息写入到房主信息文件里面, 那么呢, 这里肯定就有一条数据流, 是到房主信息文件的, 是吧,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得出来什么, 我们可以得出来P1是什么, P1很明显,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 就是登记房主信息, 是吧, P1就是对应这一个, 登记房主信息, 因为它这里呢, 有房主信息这条数据流嘛, 是吧, 所以你看到, P1就是登记房主信息, 好吧, 登记房主信息, 然后房主信息呢, 给到我们的P1, P1把它登记, 登记完了之后, 把它写到哪里去了, 写到房主信息文件里面去了, 所以第一答案也出来了, 第一是什么, 第一是房主信息文件, 是吧, 房主信息文件, 这里我就不写那么全了, 那么1是什么, 通过这条数据流, 你应该知道1是什么, 是吧, 这条数据流就是一个房主信息的数据流, 1就是什么, 什么人会有房主信息啊, 很明显只有房主有嘛, 是吧, 所以1答案也出来了, 所以你看到, 通过第一句话, 你就确定了三个东西, 是吧, 第一句话, 它只告诉你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房主信息, 是吧, 房主信息这个数据流, 是由房主给出来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吧, 别人怎么会有房主信息呢, 房主给出来的, 然后呢, 经过我们这个登记房主信息登记, 把这个登记的东西呢, 写入到房主信息文件, 这都是我们题目描述里面给的, 看到没, 都是这一句话给出来了, 好吧,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告诉我们什么, 登记房屋信息, 它记录了房屋的地址, 房屋的类型, 是吧, 然后楼层, 租金, 还有房屋状态等信息, 并写入房屋信息文件, 好, 那么这里呢, 很明显也告诉了我们一些东西, 是吧, 就是说, 它登记房屋信息, 那么这里我肯定要输入有房屋信息, 然后呢, 把这个房屋信息写到房屋信息文件里面, 是吧,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里有没有房屋信息这条数据流, 好, 你有没有看到在这里, 这是房屋信息这条数据流, 是吧, 房屋信息的数据流, 它也是由房主给出来的, 因为房屋是房主, 是吧, 房主把房屋信息的数据流给出来, 然后给到PR, 那么PR就是什么, PR就是登记房屋信息, 是吧, PR就是登记房屋信息, 好吧, 前面是那个房主, 好, 登记房屋信息, 登记了之后, 把这个信息给到谁啊, 写到哪里去了, 写到我们的房屋信息文件里面去了, 是吧, 所以我们第三就是什么, 第三, 第三啊, 你看它这个数据流写到第三里面了, 第三就是我们的房屋信息文件, 好吧, 房屋信息文件, 好, 这里我就不多写了, 就这个意思, 是吧, 那通过这一句话呢, 我们就确定了这个东西, 看到没,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再往上看, 好吧, 就是登记租赁者信息, 租赁者信息呢, 就是记录租赁者的个人信息, 好吧, 然后呢, 并写入租赁者信息文件, 好, 那么到这里, 大家已经都已经很熟了, 是吧, 你就去找什么, 你去找哪里有租赁者信息, 这一个, 这一个数据流, 好吧, 哪里有租赁者信息, 在这里找, 在这里, 是吧, 租赁者信息, 好, 那租赁者信息我们说了, 给到什么, 给到我们这个P3, 所以P3就是什么, P3就是我们的登记租赁者信息, 好吧, 我写个租在这里, 肯定从租赁者, 从租赁这里来的, 所以E2就是租赁者, 是个名词, 是吧, 第二呢, 第二是我们的数据文件, 我们把租赁者信息写到哪里去了, 前面我们说了, 对吧, 是写到我们这个租赁者信息文件里面去了, 是吧, 租赁者信息文件, 好, 你看, 这这么多就确定好了, 然后我们再往前去读, 好吧, 再看这个第四, 安排看房, 安排看房已经登记在系统中的租赁者, 可以从代租赁房屋列表中, 查询代租赁房屋信息, 租赁者可以提出看房请求, 系统安排租赁者看房, 对于每次看房呢, 系统会生成一条看房记录, 并将其写到看房记录文件里面, 好, 那么这里呢, 很明显, 我这里呢, 有很多的关键词, 这里就不止一条信息了, 对吧, 这里呢, 首先, 就是我们这个租赁者呢, 他可以查询到我们这个代租赁房屋的信息, 这是一条这个数据流, 是吧, 可以查询到, 所以按照我们说的租赁者首先要怎么样, 他首先要查询代租赁的房屋列表, 然后呢, 系统会给他返回一个代查询的房屋列表, 对吧, 就相当于在这里, 就是批示就是他, 好吧, 批示呢, 就是我们这个查询租赁房屋请求, 他对于我们前面那个就有什么, 就是由我们这个租赁者先提出一个查询房屋请求, 他看下我有哪些房子可以租,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系统呢, 会给他返回一个代租赁的房屋列表, 对吧, 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一句话就对上了, 这句话, 他, 是吧, 租赁者首先查询这个租赁房屋信息, 然后呢, 这个, 然后呢, 租赁房屋都给他返回, 是吧, 然后接下来呢, 租赁者还可以提出看房请求, 是吧, 安排租赁者看房, 那么对于每一次看房呢, 系统会生成一条看房记录,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有没有看房呢, 这里有没有看房呢, 你看这里啊, 看房请求, 看房请求是由谁提出来的, 按照我们前面说的, 由租赁者提出来的, 是吧, 所以租赁者呢, 会提出看房请求, 然后呢, 会给他发一个看房通知, 所以P5应该什么, P5这里就注意了, P5它应该是叫安排看房, 是吧, P5很明显是叫安排看房这个功能, 所以这里呢, 跟我们一开始跟大家确认的不一样, 是吧, 一开始我们跟大家说这里1到6对应的是P1到P6, 但实际上这里什么, 实际上这里这个P5对应的是看房记录, 这里要搞清楚啊, P5对应看房记录, 好吧, 这个没有什么绝对的, 这个你还是根据这个题目描述来, P5是看房记录, 然后并且将这个写入看房记录文件, 好, 那么看房记录呢, 我们这个P5它要把这个文件写入到一个数据存储里面, D4, 所以D4呢, 就是看房记录文件, 好吧, D4就是看房记录文件, 好, 得出来了, 好, 接下来其实你看这里, 我们好像已经全部填完了, 是吧, 就剩一个P6了, 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P6应该是什么, 接着往下看, 你看收取手续费, 房主登记完房屋之后, 系统会生成一份费用单, 房主根据费用单来缴纳相应的费用,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有没有这个手续费相关的, 或者这个费用单相关的, 对吧, 有费用单, 是吧, 费用单这一条数据就在这里, 接着我们房主, 是吧, 它费用单在这里, 所以呢费用单呢, 它不涉及到一条新的, 新的这个加工, 或者新的外物实体, 是吧,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用关心了, 因为其他地方没有费用单嘛, 好, 我们再看六, 与房主搭乘这个租房或者退房协议之后, 房主向系统提交变更房屋状态的请求, 就是变为以出力, 是吧, 或说以退房, 然后呢, 系统将根据房主的请求, 修改房屋信息文件, 好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变更房屋状态, 好, 这里也有, 是吧, 变更房屋状态在这里, 是由房主提出的, 是吧, 房主会提出房屋状态的一个变更, 所以P6什么, P6就是变更房屋状态, P6就是变更房屋状态, 所以这里呢, 你看到这里这个整个来说呢, 我们这里全部填完了, 是吧, 所有的这个外部实体, 所有的数据存储, 还有所有的加工全部都填完了, 你看这个难不难呢, 这个我是建议大家自己可以暂停一下, 去填一下, 去填一下, 因为这个题目呢, 是非常简单的, 你看我们前面就是读了一下题目描述, 是吧, 根据这个题目描述里面的信息流, 根据这个信息流, 找到这个信息流相关的两端, 然后这两端呢, 外部实体就填外部实体, 是吧, 加工就填功能, 数据存储就填文件, 是吧, 整个一条留下来, 基本上就全部填完了, 所以这种题目我跟大家讲了, 考到的就是送分体, 好吧, 就是送分体, 你看这个12分啊, 12分要完美的拿到, 是吧, 没有什么这个错误的, 当然前面可能有一点疑惑的, 就是这个P5, 是吧, 这个P5呢, 它跟这个第五点不是对应的, 这个你要注意啊, 你有没有发现前面P1, P2, P3, P4, P6都是前面这些功能, 只有P5这个功能跟它不一样, 但这个我跟大家讲了, 它不是完全对应的, 不一定是这个完全对应的, 是吧, 具体点还要根据题目描述来说, 具体还是看题目描述, 根据题目描述去一个个对, 好吧, 好,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问题啊, 如果采用信息工程方法, 对防务租赁服务系统进行分析, 得到如图二纲二所示的Erd, Erd就是这个实体联系图, 好吧, 实体联系图, 就是数据库里面那个, 请给出图二杠二中, 实体一到五的名称, 那么这里给出一到五的名称, 好吧, 那么我们知道实体联系图, 我们就看实体和实体之间的这个联系, 到底什么联系, 那你看到, 一拥有二, 对吧, 一拥有二, 然后呢一, 你要注意它的这个联系名称也是比较好的, 那么一和二之间是一个一对多的关系, 好, 那么一对多的关系, 我们可以去前面看看, 前面其实我们还忽略了一些东西, 对吧, 你看这里, 你阅读这个, 你会发现了, 都在题目描述里面, 你会发现有什么, 一名房主可以在系统中登记多套带租赁的房屋, 这代表什么, 代表一个房主可以拥有什么, 可以拥有多个房屋, 是不是这个意思, 因此呢, 这个一拥有二, 这里又拥有, 什么能拥有, 租客能拥有房子吗, 没有用, 那是他租的, 只有房主, 所以呢, 一就是我们说的房主, 房主他拥有多套房子, 所以R是房屋, R是房屋, 我们要用这个, 这样用这个题目名称里面的词, R就是房屋, 是吧, 然后三呢, 你看, 房屋他又属于一个什么东西, 你看, 房屋又属于一个什么东西, 这里又有个三, 这里他这个三就是多词玉举了, 三多词玉举, 这个三也是什么, 可能大家猜出来三是什么, 但是不敢填, 是吧, 三也是房主, 没错, 这个三是多词玉举, 因为你房屋肯定是属于房主的嘛, 或者说房主拥有房屋, 这不是一个意思吗, 所以这个一和三重复了, 但你大胆地填, 因为这个是很明显的东西, 你就大胆地填, 然后接下来房屋会被谁被约看呢, 你看这个五, 房屋被约看, 然后这里后面也有, 后面你看到, 就是什么会参与这个租赁者看房, 然后又包含, 所以这边这个关系就比较复杂了, 你看到什么参与这个租赁者看房, 然后这个包含, 那么这个四和五, 我们知道四和五肯定有一个是租赁者, 有一个租赁者, 那你觉得四和五哪一个是租赁者, 租赁者会怎么样, 租赁者会参与看房, 所以四应该是租赁者, 你要注意啊, 他这里这个描述就是, 一个租赁者可以看多套房子, 可以参与这个多套看房, 所以这个租赁者可以参与这个看房, 那么五应该是什么, 被约看, 五应该是什么, 五这里可能不太好填, 五叫看房记录, 看房记录, 就是说你被约看了之后, 我会产生一个看房记录, 然后在看房记录里面, 它会包含我们这个租赁者的看房的信息, 它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这个图画的比较抽象, 尤其是这边这一块, 它指的是我一条看房记录, 我可以包含, 然后这一个整体的租赁者看房的记录, 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边是租赁者参与看房, 所以这一题, 我觉得大家可能说, 你可能这两个空你把握不准, 但这三个空是送分的, 所以三分是可以拿到的, 12加3, 15分就有了, 就稳了, 是吧, 接下来问题3, 问题3也比较简单, 你看问题3这个第一个, 信息工程方法中的实体, 与面向对象中的类之间有哪些不同, 这个你很明显就打过来了, 你很明显就打出来了, 你说实体干嘛, 实体是用于我们数据流途的, 或者说用于我们结构化建模的, 你可以这么说, 实体是用于我们结构化建模的, 或者用于数据流途压图建模的, 而类呢, 类是用于我们面向对象建模的, 这不就是它典型的区别吗, 另外还有什么, 就是类它是有属性的, 既有属性也有方法, 也有功能, 而实体呢, 实体本身是只有属性的, 实体本身只有属性的, 这个要注意啊, 这是它的区别, 然后第二个, 在面向对象方法中, 通常采用用力来捕获系统的功能需求, 用力可以按照不同的层次来进行划分, 其中essential use cases和real use cases有哪些区别, 这两个可能大家区分不开来, 所以这个问题三, 我觉得你第一问肯定能达到, 实体和类嘛, 四分能达到, 只有十九分就稳了, 十九分甚至二十分, 这个第二问是一个扩展的, 这个我跟大家讲, 只要如果你知道它的英文表示什么, 你应该就能猜出来, 但这里呢, 可能我就担心大家不懂这个英文, 如果你懂英文的话, 这一题这个四分也是很好拿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essential, 这个表示是抽象的意思, 他问的就是这个抽象用力, 和这个具体的这个用力, real就是实际的, 就是具体的, 就是问你抽象用力和具体用力有什么区别, 这个虽然说我们在课堂上没有讲过, 但你可以什么, 你可以从抽象和具体两个角度去回答, 所以这个四分就很容易达到了, 你可以这么讲, 就是具体的用力呢, 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实际存在的, 跟用户相关的这个用力, 这个功能, 那么抽象用力呢, 抽象用力就是把具体用力, 多个具体用力, 它的共同部分给抽象出来, 抽象出来提取的一个公共的部分, 是为了避免重复工作的, 为了复用的, 你就这么讲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它就是问你具体和抽象的区别, 但是我就怕大家, 可能你这个, 你不知道这个是抽象, 不知道这个是具体, 所以这个题目, 所以这个题目, 如果你懂的话也很简单, 就整体来说,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这个答案, 这里这个题目呢, 我建议大家, 如果说你听的比较, 比较, 因为我前面直接跟大家讲过来, 没给大家思考的时间, 那我建议大家, 你可以暂停一下, 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 从头到尾, 我们这个课件也给大家, 从头到尾, 你把这个按照这个题目描述, 再阅读一遍, 然后把那个图再对一遍, 你对一遍呢, 就会发现了, 它确实非常简单, 而且没有什么二一行, 没有什么二一行, 对起来啊, 好吧, 好,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个典型例年真体的六啊, 这个呢, 本质上也是属于我们这个系统开发的, 当然这里呢, 就是跟项目管理相关的了, 项目管理相关的了, 前面我们讲了一个建模的, 你看这里我们看一下, 这个首先这个题目说明, 我们还是不看, 是吧, 首先还是看一下这个题目描述啊, 这都是技巧啊, 因为说明看了没什么意义啊, 一开始看, 好, 我们看问题, 带着问题去看说明, 首先问题一, 用400字以内的文字说明, 王公, 你编制的项目计划中, 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好, 那么这里的话呢, 这个我们就需要去看一下描述了, 是吧,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项目计划, 里面有什么东西, 但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描述里面, 当然能给我们一点点歧视, 但是呢, 这里有七分, 七分就意味着说, 你答这个计划内容呢, 应该要达七个点, 这里说, 如果说我们有学过项目管理的, 是吧, 就是说我们这个, 其实学我们这个, 七分架构的, 应该也有这个, 应该也有这个, 学过项目管理的考过了, 是吧, 那么你应该知道, 项目管理计划, 如果让你写的话, 你能写出很多出来, 是吧, 那么在我们这里的话呢, 你可能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们可以联想到什么, 然后就是说项目计划嘛, 我们怎么去做这个项目, 是吧, 那你觉得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同样呢, 就是说你没做过项目计划, 你总做过这个生活的计划吧, 是吧, 你总做过旅游的攻略吧, 是吧, 这里都可以联想嘛, 你觉得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是吧,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 然后问题啊, 你看到, 根据表二杠一, 分别给出正常工作, 和最短工期两种情况下, 完成此项目所需的时间和费用, 是吧, 好, 然后后面这个问题就基本上少一眼, 你就看不懂了, 是吧, 我们还是要先去看一下题目描述了, 好, 那首先我们回来看一下, 某软件公司理开发一套这个电子商务系统, 王公作为项目组负责人, 负责编制项目计划, 由于该企业业务发展需要, CEO急于启动电子商务系统, 要求王公尽快准备一份 理开发系统的时间和成本估算报告, 项目组经过讨论之后, 确定出与项目相关的任务, 如图如表二杠一, 就这个表啊, 其中, 根据项目组的开发经验, 分别给出了正常工作, 以及呢, 加班、赶工两种情况下所需的时间和费用, 好, 那你看这里啊, 这个是正常工作, 正常工作情况下, 我们一共呢, 有ABCDEFGHI这么多个任务, 是吧, 做这个系统调研啊, 提交项目计划呀, 是吧, 这是我们整个的, 那么呢, 正常工作情况下, A任务呢, 需要四天, 然后一共需要7200块钱, 如果加班来做的话, 那只需要三天, 然后呢, 三天呢, 但是需要8400块钱, 因为你加班嘛, 还付加班费, 然后呢, 他的前置任务没有, 那个表格不要跟我说看不懂, 当然就是任务, 任务呢, 然后这个任务持续的天数, 以及呢, 他火花费的这个金额数, 然后前置任务什么意思, 前置任务就是说, 哎, 他前面要先完成哪个任务, 才能完成他, 比如说A是没有前置任务, 因为什么, 因为从他开始开始, 然后B呢, B就有前置任务了, 前置任务是A,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要先完成A, 才能完成B, 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里呢, 就是涉及到我们进度里面讲, 那个PRT图了, 反映了这个依赖关系, 好, 那么这个呢, 这个表, 我们是属于问题2的, 我们首先根据这个题目说明, 大家能不能看到, 对于我们问题1, 有没有什么提示, 问题1是说, 他做的这个项目计划, 这个项目计划有哪些内容, 是吧, 这个呢, 严格意义上来说, 应该是属于项目管理的知识, 是吧, 但这里他给了你一点点提示, 就是什么, 要求王公尽快准备一份, 你开发系统的时间和成本估算报告, 那么你就应该知道, 我们这个项目计划里面应该包含什么, 应该包含我们的这个进度计划, 是吧, 时间就是时间计划或者进度计划, 这是第一点, 是吧, 第二点呢, 还应该包含我们的成本计划, 是吧, 或者说成本预算, 这项目相关的, 那么这两点答出来呢, 只有两分呢, 是吧, 那你还想想其他的, 是吧, 这里就靠大家联想, 是吧, 当然我们是有标准答案的, 是吧, 当然标准答案, 我给你读一遍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是吧, 读一遍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我还是要启发一下大家这个思维, 比如说你遇到这种陌生的东西, 是吧, 你不知道东西, 你怎么去联想呢, 是吧, 你想象项目计划, 是吧, 你可以往它上面想, 是吧, 你不知道, 那么你可以想象, 我平常总做过一些这个生活中的计划吧, 我总会做过一些这个旅游的一些规划吧, 是吧, 你想象你做旅游攻略的时候怎么做的, 你首先是不是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旅游的线路啊, 是吧, 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你要了解一下我们旅游的这个背景, 是吧, 我们要了解一下项目的背景, 对, 然后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上面, 是吧, 就是我们旅游参加的有哪些人呢, 是吧, 有几个人, 是吧, 然后我们应该住什么样的酒店,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要了解一下我们项目的人员嘛, 是吧, 项目的人员, 项目, 然后项目经理啊, 主管人员啊, 各方面的, 是吧, 然后另外呢, 攻略最重要是什么, 是要解决这个我们这个旅游的问题, 是吧, 衣食住行, 我们应该包含什么, 包含我们这个解决方案, 是吧, 我们项目的总体的解决方案, 这些相关的, 是吧, 好, 那你达到这里的话, 基本上给你五六点就出来了, 是吧, 我们只要达到七点, 能得到七分就可以了, 后面呢, 其实还可以包含什么, 比如旅游最终的这个目的, 是吧, 目标是什么, 所以呢, 我们有这个项目的目标, 是吧, 以及呢, 我们项目的生命周期, 项目的输入输出, 这些相关的都可以答, 所以这里呢, 七分, 是吧, 如果你会联想的话, 五六分应该是不成问题, 是吧, 就你平常做计划的, 好, 那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啊, 我们重点看一下这个问题二, 问题二呢, 根据表二杠一, 分别给出正常工作, 还有最短工期, 两种情况下, 完成此项目所需的总时间和总费用, 好吧, 他问的是个时间, 这个时间肯定就是总的, 他没有单独说, 好, 那么这里他给了两种情况, 第一种叫正常工作, 第二种叫最短工期, 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呢, 就是根据我们前面这个表了, 我们前面这个表里面呢, 他给出了第一种叫正常工作, 第二种叫加班工作, 加班工作其实就对应着我们那个问题二里面说的什么, 说的最短工期, 你要注意啊, 正常工作情况下, 也就是说呢, 对于我们问题二里面的两种情形, 这个第一种情形, 正常工作, 我们应该用这一列的数据, 对吧, 好, 对于这个最短工期, 我们应该用加班工作的数据, 对吧, 就全部都加班的数据, 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正常工作情况下, 我们需要的这个时间, 最短时间和它的总费用应该是多少,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是要求它的最短时间了, 但这里它是有依赖关系的, 所以我们要画什么, 要画PRT图, 是吧, 要画PRT图, 那么这个图怎么画啊, 这个我在基础知识里面教过大家怎么画, 在这里我还可以跟大家画一下, 好吧, 因为这个图比较简单, 就是看它的前置任务, 对于A来说, 它没有前置任务,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A是最开始, A是最开始,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再往后, A接着往后是谁, 是B是吧, 因为B, 你看B活动, 它的前置任务是A, 是吧, 说明B活动, B活动前置任务是A, 说明要A完成了, B才能开始, 所以A有个箭头指向B, 那么C呢, C的前置活动是B, 看到没, 所以有B到C, 然后D呢, D的前置活动是C, 看到没, 所以有C到D, 这是它的前置活动, 好, 那么E呢, 你看E,F,G, 它的前置活动都是D, 看到没, E,F,G的前置活动都是D, 说明什么, 说明要D完成了, 才能完成E, 是吧, D完成了, 才能完成F, D完成了, 才能完成G, 是吧, 好, EF,G, 然后接下来你看到H呢, H活动, 它的前置活动有三个, EF,G, 说明什么, 说明要E完成了, F完成了, 是吧, G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才能进行做H, 是吧, 然后再看I, I的前置活动是H, 所以H完成了, 到I, 是吧, 这样我们就结束了, 这是我们画出这个PRT图, 是吧, 好, 那么这个图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标上去, 把时间标上去, 那么这个时间应该怎么标啊, 就是, 就是我们可以把时间, 你看这个正常工作情况下, 是吧, 我们这里先标正常了, 正常工作情况下, A是需要四天, 是吧, 那你可以直接在这个线上标, 好吧, 因为我们这个图画的是一个单代号的, 不是那种双代号的, 好吧, 那么我们再试, A呢, A要工作四天, 然后B才能开始, 所以在这个线上标是可以的, 好吧, 然后B呢, 要工作两天, 是吧, C呢, 天数在这里啊, 给出来了, C要工作六天, 是吧, D呢, D要工作十二天, 好, 那么等于这三条线都是啥, 是吧, 这三条线都是D嘛, 都是啥, 工作十二天, 然后E呢, E要工作三天, 是吧, F呢, 要工作六天, 把这个都标上去啊, F工作六天, G呢, 要工作四天, 是吧, 好, 然后H呢, H要工作七天, 好, 然后I呢, I要工作四天, 但你发现I后面没有线了, 没有线怎么办, 你可以给它加一个嘛, 是吧, 加一个结束的符号, 是吧, 然后I要工作四天, 像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然后从这条路上, 我们要找出什么, 找出它的最短路径, 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找最短路径了, 这里我前面已经反复跟大家强调过了, 是吧, 只要是涉及到这种P, RD读, 这种进度计划图, 你不要管它说什么最短最短的, 它求的都是什么, 求的都是从起点到终点最长的那一条, 好吧, 最长的, 好, 那我们看最长的是哪一条, 这个图就非常简单, 是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个图在前面和后面都是一个单一的, 没有什么分支的, 是吧, 所以这个图呢, 一共就只有三条线, 就是在EFG这里分出来三条,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它的一个最长的是哪一个, 就是AB, 是吧, CD, 这都不用犹豫的, 因为前面没有分支, 接下来就要犹豫了, 就是EFG我们选哪一个, 我们选最长的吗, 哪一个最长, F是最长的吗, F是6嘛, 是吧, 然后呢, 后面就是HI, 这都没什么犹豫的, 然后我们算一下这条路径加起来, 它的时间是多少, 时间多少, 好, 那你可以加一下, 4加2是6, 是吧, 6加6是12, 12加12是24, 24再加6是30, 是吧, 30加7, 37再加4呢, 41, 是吧, 所以呢, 我们正常工作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关键路径, 或说我们的时间呢, 是41天, 好吧, 好, 那么时间算出来了, 那么成本应该是多少, 诶, 这里呢, 就可能会有人会犯这个懵了, 会比较懵了, 成本应该多少, 可能会有人算成本的时候, 他只算了ABCDFHI的成本,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题目, 如果有人做的话, 他算成本, 因为我们算时间是这样算的, 是吧, 把这个时间加起来, 那么可能会有的人算成本呢, 他也只算了ABCDFHI的成本, 就是把A, 就是把这里, ABCDFHI, 对吧, 他的这个成本全部都加起来, 我估计有很多人会这么算, 但这样算就什么, 这样算就错了, 为什么错了, 因为你这个E和G, 你没有加呀, E和G没有加, E和G, 大家告诉我应不应该加, 你可以想一下, 我们算时间的时候, 因为, 因为这些进度, 因为这些这个活动, 它们之间是能够并行的, 所以我们算时间的时候, 我们算最长的那条就可以了, 是吧, 因为它是可以并行的, 我们不需要把它所有的时间, 添出全部加起来, 但是我们算成本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里, 所有活动的成本, 全部都加起来, 就说E和G的也要加, 是吧, 就说应该是用这个7200, 加上1600, 加上9600, 再加, 是吧, 全部都加起来, 这样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总成本, 因为成本, 是不可能说有什么并行这种关系的, 是吧, 而且你算了, 你这里面的, 大家要注意啊, 我们这里算的这个关键路径, 只是说, 它最长的这个时间, 但是不是意味着, 我只需要做这些事啊, 不是的, 我E和G也是我要做的活动, 是吧, 只不过这些活动呢, 在中间我可以并行而已, 所以呢, 你不要漏了任何一个活动, 好吧, 你算成本的时候, 算成本的时候, 这里面所有的事都是你要做的, 这个应该好理解, 是吧, 你开发一个项目, 这里面所有的事都是你要做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所以这里的成本应该全部加起来, 当然你可以自己加一下, 好吧, 加起来你可以得到它的成本, 好, 这个后面有答案啊, 我就不加了, 好吧, 我就不加了, 你可以自己加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看加班工作, 那么在加班工作情况下, 它的时间和成本是多少, 成本, 大家应该知道怎么算了, 成本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把这里的这个加班的成本全部都加起来, 是吧, 就是8400加上1900, 加上14200, 加上27600, 加上5700, 加上10000, 哎, 你会发现G这里它不能赶工, G是任务外包不能赶工, 那么这里我们应该加多少, 我们是不是加零呢, 哎, 这里有人有问题了, 好吧, 这里如果加零, 你又错了, 它不能赶工, 是不是因为它的成本是零呢, 不可能呢, 是吧, 它不能赶工说明什么, 说明它的成本还是它正常的成本, 还是6000嘛, 所以这里你应该加什么, 这里你应该加6000, 注意啊, 这个G这里你应该加6000, 这应该是属于一个常识, 是吧, 你不能说我去加一个零吧, 是吧, 我不能赶工而已, 我正常的还是要做嘛, 是吧, 然后再加上下面的12800, 再加上下面的5000, 这个全部加起来, 这就是成本, 那么它的这个时间呢, 它的时间也很简单, 是吧, 就是还是这个图, 还是这个图, 只不过上面的什么, 只不过上面的这个天数都变了, 是吧, 天数都变了, 那它的关键路径呢, 是不是还是这个, 关键路径, 我们只需要看这个EF机就可以了, 是吧, 因为只有到EF机这里才有分岔, 那我们看一下EF机这里, 哪一个最长, 经过我们的加班, 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一列数据了, 这一列数据, EF机这一列数据, E是两天, F是五天, 机呢, 机不能赶工还是四天, 所以我们看到, 最长的这个路径还是什么, 最长的路径还是F, 是吧, 加班工作, 它的关键路径呢, 也是ABCDFHI, 所以呢, 你也只需要把这里的ABCDFHI, 给加起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加一下看看, 好吧, 因为这个成本我不给大家加, 比较麻烦, 是吧, 我告诉大家, 考试时候不能带计算器啊, 所以你自己要手算, 好吧, 你要加,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A是吧, 然后B, 我就直接在这里加, A加B是四天, 加C是八天, 加D是十六天, 是吧, 然后呢, 加F21天, 然后再加H和I, 对吧, 二十一, 二十五, 二十七天, 对吧, 一共是二十七天, 好, 这个就是了, 这个呢, 大家自己加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这是它一个基本的, 好, 那么你看到这个问题二的八分, 轻松就拿到了, 好吧, 然后问题三, 问题四呢, 稍微有一点点小技巧, 我们看一下, 问题三, 如果项目在系统调研阶段, 用了七天才完成, 公司要求尽量控制成本, 王公可在后续任务中, 采取什么措施, 来保证项目, 能够按照正常的工作进度完成,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说, 这个调研阶段用了七天, 然后呢, 公司要求尽量控制成本, 并且呢, 要按照正常进度完成, 正常工作进度, 按照正常工作进度,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看这一点数据, 是吧, 因为他没有, 按正常工作, 正常工作, 我们是需要在41天之内完成, 是吧, 41天之内完成, 是建立在什么, 建立在我们这个系统调研工作, 是在四天内完成的, 好, 我们这个问题三说了, 系统调研工作, 它是因为某种原因延迟, 它需要七天才能完成, 说明什么, 说明系统调研拖延了三天, 我们知道A是属于关键路径上的活动, 它如果拖延了三天, 我们整个这个时间都会拖延, 是吧, 就会变成44天, 变成44天, 那这时候不行了, 是吧, 你看问题三它的描述是要求什么, 要求我们能够在正常工作的这个时间内, 接着我们还是在41天之内完成, 好, 那这时候就要怎么办, 这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后面我们就需要加班, 对吧, 我们可能就有一些工作需要赶工, 然后呢, 它又要求我们是在这个尽量保证成本的情况下, 对吧, 然后呢, 保证我们这个活动按时完成, 这个呢, 其实就告诉我们什么意思, 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选那些加班工作最小的, 就是我加班这里也是有成本的嘛, 是吧, 我就是我加班一天, 然后成本最少的那些东西来进行加班, 对吧, 因为我保证成本最少了, 同时我要降低这个时间, 对吧, 我后面要赶出三天的时间出来, 因为你前面耽误了三天, 那么这个时间我们应该在哪里赶, 我们应该在关键路径上赶, 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你不在关键路径上缩短时间, 你去缩短一和机一, 这些非关键路径活动的时间的话, 其实对关键路径是没有影响, 对吧, 因此呢, 这里我们就要确定两个事项, 第一个, 我们要减少这个时间, 要减少三天, 这个三天呢, 我们必须在关键路径上的活动来减少,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我在减少这个关键路径上活动的时候, 我要保证了我的成本是最低的, 成本最低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首先把我们加班工作, 每加班一天, 他需要的成本给先算出来, 是不是这样, 我们应该把我们加班的成本给算出来, 看看哪一个活动, 他的加班成本最低, 然后按照加班成本从低到高来选, 选择关键路径上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算, 怎么算, 那么你就看这里了, 这正常工作的时候, 他是四天七千二, 然后加班呢, 他可以加到三天, 说明什么, 说明呢, 当他加班工作的时候, 他可以加班, 比如说对于A来说, 这里应该有两列, 第一列, 对于A来说, 他可以加班一天, 然后他加班的一天的成本是多少, 是8400减了7200, 是12200, 是吧, 然后对于B来说呢, 他可以加班几天, 也可以加班一天, 是吧, 因为他正常两天, 加班之后只需要一天, 就是二减一一天, 然后他加班成本是多少, 1900减1600, 等于300, 是不是, 那么对于C来说呢, 对于C来说, 他可以加班几天, 他可以加班两天, 总共可以加班两天, 那么呢, 他加班两天, 一共的成本是多少, 是14200减掉9600, 是多少, 是44400, 是吧, 44400, 那么这里呢, 我们应该写多少, 应该写22200,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一列算的是, 每加班一天需要的成本, 是吧, 他一共可以加班两天, 一共是44400, 所以他每加班一天呢, 就是2200, 我们要算出单价出来, 好吧, 然后后面呢, 同样呢, 你把这些每一个活动, 他加班, 能加班多少天, 然后列出来, 列在这一列, 然后呢, 每加班一天所需要的成本列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得出来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在这里, 我就不太好画了啊, 我可以在后面给大家直接看一下这个答案, 好吧, 在这里就是这个表格, 好吧, 你看这个表格, 就是我们针对这些东西,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怎么算,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 是吧, 这个减一下, 这里算的是压缩一天增加的费用, 好吧, 所以你要除以一个他能压缩的天数, 那么总共呢, 你看这里, 我们这些活动, 是吧, 他可以压缩这么多天, 然后每下压缩一天, 他增加的费用,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要保证成本最低, 我们肯定就怎么样, 我们肯定就是从这里面压缩活动这里呢, 按照成本, 从低到高来压缩, 是吧, 因为我们这里就是单天的嘛, 那么这里成本最低的是哪一个, 500, 然后呢, 600, 是吧, 那你看到这里, 我们要压缩三天, 你看到500这里, 我们能不能压缩, 我们能压缩多少天, 另外你这里还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你要压缩关键路径上的活动, 因此呢, 我们说了, EFG1这里, F是关键路径, 是吧, 然后E和G1, 你就不能去管它了, 好吧,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我们首先压缩这个500, 是吧, 500是最小的, 而且呢, 500这个I, 它就在什么, 它就在关键路径上, 所以压缩它呢, 是有用的, 那么它一共可以压缩两天, 它一共可以压缩两天, 因此呢, 我已经节省了两天了, 然后接下来呢,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600, 600呢, 是在1这里, 600是在1这里, 那么在1这里的话, 我们去压缩它, 有没有用啊, 哦, 最小的不是500600, 最小的是300500, 是吧, 这里有个300, 这里我还看漏了, 好吧, 这里有个300, 所以那这里我们就不用考虑它了, 好吧, 最小是300和500, 这里我看漏了, 大家自己不要看漏了, 好, 那么呢, 这个300这里一共可以压缩一天, 是吧, 300这里可以压缩一天, 所以呢, 我们就把B压缩一天, 然后呢, 把I压缩两天, 正好三天就凑满了, 是吧, 凑满了, 我们不需要再去管600了, 好吧, 这是最低的, 这是最低的, 刚才看漏了, 好吧, 因此呢, 我们这里应该怎么压缩, 对于问题三, 我们应该呢, 把B压缩一天, 把I压缩两天, 然后呢, 就达到了成本最低, 并且呢, 满足了正常工作的要求, 是吧, 好, 那么问题四呢, 跟问题三是同一个类型的, 问题四呢, 我就建议大家可以自己来看一看了, 好吧, 你看, 如果说企业CEO想在三四天之后, 系统来进行上线, 王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来保证这一个需求, 这种情况下, 完成项目所需的费用是多少, 好,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 他想要在三四天之后, 三四天之后系统上线, 那么还是要压缩, 是吧, 我们说我们正常的进度是41天吗, 是吧, 正常进度41天, 现在你是三四天, 那么你要压缩多少天, 就是你要压缩七天, 也就是你要赶工, 要赶七天出来, 是吧, 前面我们是赶三天, 是吧, 这里你要赶七天, 好, 那么同样还是这个表格, 是吧, 还是这个表格, 而且呢, 它也是要保证我们这个费用最低, 那么同样还是我们按照费用从低到高来, 是吧, 那么同样还是什么, B压缩一天, 是吧, 然后I压缩两天, 这都是需要的, 是吧, 好, 然后接下来只有三天呢, 我们还需要四天呢, 是吧, 因为我们是从34到41, 一共需要七天, 压缩了三天, 还剩四天, 还剩四天, 我们再按照从低到高来选, 从低到高, 这个时候我们就选到一了, 一是600, 应该600了, 一600可以压缩一天, 但是我们说, 这一我们能不能压缩, 一我们能不能压缩, 我们跟大家讲了, 你压缩一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因为一什么, 一它不在关键路径上, 是吧, 关键路径是F, 是吧, 是ABCDFHI, 你前面看到, 关键路径是F, 所以你这个最长, 你压缩那个短的, 对于我们这个长的是没有什么影响, 是吧, 所以一呢, 我们不能管它, 我们不能压缩, 那我们再选下一个, 好, 再选下一个的话, 我们看最小的是哪一个, 是这个一千了, 是这个H了, H肯定可以压缩, 它在关键路径上, 是吧, H一共可以压缩多少天呢, 可以压缩三天, 所以H压缩三天, 好吧,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还差一天, 还差一天, 我们再找另外一个小的, 另外一个小的就是这个一千二, 是吧, 是这个一千二, 我们看就这个一千二, 是吧, 一千过后就是一千二小了, 是吧, 然后一千三这些, 好, 那么一千二的话, 我们可以正好可以压缩一天, 是吧, 那么就是我们再把A压缩一天, 好, 那么在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问题四, 得出来这个方案, 问题四得出来方案, 好吧, 就是这样的, 好, 那这样压缩之后呢, 它要你算一个它的一个总费用, 对吧, 它的总费用应该怎么算呢, 哎, 这里这么这么一压缩, 我虽然跟大家讲了, 但是这个总费用可能有的人还不会算, 这个应该怎么算呢, 就是说你首先把正常工作的这个, 正常工作的这个工期成本全部都加起来, 好吧, 这个加起来是七万四千二, 七万四千二, 然后再把你赶工的成本, 比如说B, 你赶工一天需要三百元, 是吧, 七万四千二再加一个三百, 是吧, I你赶工两天, I赶工两天, 一天是五百, 两天呢就是一千, 是吧, 加个一千, 然后呢, H赶工三天, 三天, 他一天是一千, 三天就是三千, 是吧, 然后A你赶工一天, 一千二, 是吧, 所以你就用这么多加上这么多, 这个应该是四千, 五千二, 五千五, 是吧, 加五千五, 所以呢, 就是七万九千七, 好吧, 这个应该都会啊, 所以呢,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回去看一下这个问题,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三和问题四都是考什么, 都是考这种成本预算, 是吧, 我跟大家讲了项目管理, 但它的本质呢, 还是你要掌握我们这个项目进度, 它的一个计算, 是吧, 项目进度, 然后在上面呢, 去做一些这个平滑移动, 是吧, 所以这个问题三, 问题是很, 是很类似的, 是吧, 我们肯定要保证这个成本最低, 因为我们要保证成本最低,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呢, 按照成本从低到高来选, 而且呢, 我们在保证成本最低要保证什么, 满足时间的要求, 所以呢, 你就要压缩关键路径, 压缩关键路径, 另外我要跟大家注意啊, 关键路径它是会变化的, 在我们这个题目里面, 它还没有出的那么难, 还没有出那么难, 它关键路径没有产生变化, 但有的题目里面, 它可能会出什么, 就是关键路径产生了变化, 就是你压缩了嘛, 对不对, 你压缩了之后, 可能说你这条关键路径就被压缩短了, 懂我的意思吗, 那你关键路径本来是41, 是吧, 然后呢, 你另外一条这个非关键路径可能是38, 这个时候你把关键路径你说压缩了, 你把它压缩了, 压缩到了30, 36, 这个时候它就不是关键路径了, 另外一条变成关键路径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还要判断另外一条, 但我们这里呢, 它没有这个这么复杂的情况,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但这里我给大家提个醒, 好吧, 提个醒, 但在我们这里还没有考得这么复杂过, 但这里是一个点, 提个醒啊, 好, 然后这边是试题答案啊,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好吧,